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身前谍战剧好运开播 积压五年 主角成影坛大热明星 2024年中国电视剧版图中 都市剧领域由玫瑰的故事强势崛起 而庆于年二的古装剧阵营稳如泰山 年代剧则借着繁花的辉煌 继续在各类型剧中傲视群雄 独领风骚 然而 有一个领域始终让我束手无策 让人心急如焚的想要突破 沉浸于间谍风云的视觉盛宴 深度探索谍战剧的魅力所在 柳云龙曾引领谍战剧风靡一时 攀上了中国电视剧的巅峰荣耀暗算风筝 潜伏伪装者等杰作 如璀璨繁星般熠熠生辉 当前的谍战剧在国剧的版图中 似乎扮演着一个略显尴尬的角色 每次提及都难免让人扼腕叹息 尽管追风者的成绩尚可 但与经典之作相比 其差距一眼可见 孤战迷城正热硬中 却遭遇口碑滑铁卢 黄景瑜与心之类的精湛演技 也无法挽救剧集的低迷反响 收视成绩黯然无光 难道蝶战剧的创新之路已陷入瓶颈期了吗 如同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说 瘦弱的骆驼依旧胜过马匹 这个主题始终保持着创作者们的炽热关注 是他们心中的瑰宝 张宋文在极开的剧集中 凭借孤舟这一立作 正引领着曾顺西 陈都灵等新声带力量 强势进军谍战剧领域 蓄势待发 孙宏雷主演的立作惊贤 和陈哲远丹刚的焦点之作 《暗夜与黎明》 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深前 这部新作品即将于八月强势 入驻桃花盛开的平台 演员阵容集结了众多 备受喜爱的老面孔 无疑为影视界带来全新的冲击力 或将刷新期待值 创造新的辉煌高点 深海潜伏揭示了 抗日烽火中的秘心 黑直视潜伏行动悄然展开 然而英勇的地下英雄云目之 在揭露真相的道路上 不幸遭遇了悲壮牺牲 弟弟云洪生由诚意精彩演绎 在对复仇真相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意外地被卷入一场阴谋 幸运的是 他得到了地下党的英勇救援 这次经历点燃了 他内心深处的革命信念 他毅然决然地深入虎穴 揭露间谍阴谋 凭借坚韧不拔 成功逆转战局 展现出无谓与忠诚 虽然该剧自2019年11月 便开启了制作之旅 历经长达五年的沉淀 但其独特的题材和与时俱进的视觉风格 使其始终保持新鲜感 历久迷新 更别提该剧剧情中 还有两大不容错过的精彩亮点 深入挖掘目标的新形态转变 经典叠战剧的魅力在于 他深入剖析了我方握底在敌阵中的智慧与勇气 让观众身临其境地体验情报人员 如何在暗流涌动中巧妙获取关键信息 这部剧独树一致 拒绝常规路线 角色逆转 主角挑战重重 目标直指国军阵中的隐秘日本特务 他将深度揭露这一潜伏者行径 从会暗转为光明 角色转变中的挑战更显艰巨 但这正是引人入胜的看点所在 每一部落子都充满变数 棋局的最终走向扑朔迷离 谍战艺术 犹如今新布局的国际象棋局 每一部都暗藏玄机 作为先行者 我们命中注定扮演决策者 自然会走向最终的辉煌胜利 这部剧的男主角即将踏入险境 他自现棋局 扮演着一枚必死之棋 其中隐藏着怎样的布局与策略 他的生存之路能否找到生还之法 让我们屏息以待 精彩序幕未接 悬疑氛围已然笼罩 靠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了 主角晋升巅峰 全剧欢笑连连 在2019年 承毅还只是娱乐圈中默默无闻的新星 他的演绎事业尚显平淡 然而 仅仅仅两年后的流离开播 一举让他从众多影视新人中脱颖而出 热度爆棚 成功躋身顶级男演员的行列 实现了令人瞩目的飞跃 多年来 诚意的作品一直保持活跃 凭借陈湘如谢底线和莲花楼等作品的连续火爆 他的影响力今非昔比 早已晋升为行业内的重量级人物 剧方团队为身前的梦想付出的努力 如今看来成效显著 无疑让他们在创作的道路上笑出声来 诚意的加盟为该剧带来了强大的保障 几乎预示着成功以唾手可得 他在这部剧中突破性地尝试了复古装扮 清俊的面容与经典的西装完美融合 犹如时光机器中的翩翩君子 活灵活现的跃然于上世纪的画卷之中 诚意的表演才华堪称流量声中的翘楚 他的演技实力不容小觑 我们有理由期待 他将深入挖掘角色的潜力 凭借精湛的演技再次赢得观众的目光 以实力演出震撼人心的时刻 下面是我们的女主角影儿 他将以独特的魅力登场 在内于这片璀璨星海中 许多才华横溢的演员被忽视 影未能大红大紫 这无疑让无数观众心中充满遗憾与不平 瘦身后的影儿 其美貌丝毫不逊色于当红衣线女星 展现出了惊人的颜值魅力 相较于那些以白皙 娇小 欠授为美帝女明星 她独特的五官展现出 更为自然舒展的东方韵味 深度契合了中国审美的大气之美 在过去的两年里 影积极投身于各类正剧的演绎 她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观众和业界的一致好评 演技备受肯定 在接下来的新剧中 影将轻力演绎爱国女性角色文业名 以其利落且充满魅力的造型亮相 彻底颠覆了传统叠战剧中的花瓶形象 这部作品无疑将为她的职业生涯注入新的活力 预示着影儿的事业即将步入全新的辉煌阶段 弘扬实力派演技 张天阳轻力加盟 位剧增色天才 她是一位低调而实力非凡的演艺界翘楚 无论是雪中和刀行里令人难忘的吕前棠 还是追风者中深入人心的林乔松 她的表演都深深烙印在观众的心中 张天阳的演技独树一致 能在短短的镜头里就让观众铭记于心 这正是她卓越表演力的有力证明 我对她的下一次角色选择充满好奇 是延续正直形象给观众带来新的震撼 还是以出人意料的反派角色颠覆期待 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对何中华这个名字 相信广大观众都耳熟能详 这位资深演员频繁在热播剧集中精彩亮相 凭借卓越的演技为剧集品质锦上添花 提升观众赞誉度 在电视剧《流离》中 和中华精湛诠释了角色玄机玲珑的父亲楚磊 他凭借深厚的演技 成功地将角色从对金赤鸟族的深仇大恨 转变为宽恕与理解 他的细腻表演犹如一幅生动的情感画卷 令人难以忘怀 此次他的加入身前 无疑将迎来一位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绎 我们期待他以无可挑剔的演技 如同教科书般的表演 为作品增添更多赞誉之声 共同前行 开启我们的璀璨新篇章 如何让谍战剧持续吸引观众的目光 柳云龙的亲身经历和深刻见解 无疑是对此点最有力的证明和诠释 享有蝶海传奇大师美誉的他 以其深度内敛的文笔 编织出步步精心的剧情 而那扣人心弦的动作场景 更是令人目不暇接 让人沉浸其中 无法自拔 遗憾的是 在柳云龙主演的蝶战剧领域 如今能展现出如此深度的作品已然不多见 全新推出的深浅作品 犹如一杯经典的纯酒 散发出令人沉醉的韵味 让人在品味中深深感受到历史的深度与艺术的魅力 并非是故事缺乏创新 而是导演巧妙地聚焦在剧情冲突上 仅凭简介就能领略善恶对决的紧张感 正式上映后更是将观众的期待推向了极致 这部剧的独特魅力 在于其前所未有的创新视角 令人耳目一新 年轻演员的引入不仅为剧情增添了活力 更是预示了叠战剧市场多元化的新潮流 将吸引各年龄段的粉丝目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